双子座流星鱼 双子座流星鱼是一双子座附近美服射店出现的流星鱼 双子座流星鱼像现一座流星鱼 应先座流星鱼并称北半球三大流星鱼 一般在每年12月4日至17日光临地球 击打是每小时天丁流量可达到120颗左右 一颗双子座流星鱼的流星像地面掉落的简短动画 双子座流星鱼是3200法恶童小行星造成的流星鱼 这颗小行星未认为是至神清族的小行星 有着岩石彗星的轨道 它与相现一座流星鱼 是少数目前只知道这两个不是由彗星造成的流星鱼 小行星3200 法恶童是从太空船的影像中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 西蒙格林和约翰凯斯·盖维斯 在搜索红外线亲文卫星的影像资料时 发现了这颗洞的天体 经由查尔斯科瓦尔使用光学认证 报告它的外观像是一颗小行星 并在10月14日的YUC3978号上公告 它的临时名称是1983万一字节 以双子座附近为辐射点的流星鱼有两个 一般特指双子座通法流星鱼 双子座流星鱼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鱼之一 它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 一般会在每年12月7日 至17日光临地球 很适合观测 双子座流星大多是明亮的 速度中等的流星 出白色流星外 还有红 黄 蓝 绿等多种颜色 地球每年经过活跃小行星3200加本法 各同的尘埃时都昏如约以形成精彩的双子座流星鱼 这是一张捕捉到数颗流星从双子座的辐射点 飞出的北半球影像 在12月12月13日前 8点5小时内拍摄的37张影像组合 成了上面这幅影像 然后在最后的合成阶段 精神的照片被语据北京400公里的内蒙古明安图观测站 天文学界名称内 射电平图字 像一起中一架跌进射电望远近上方的星空对齐 在影像中可以看到叠星天线上方附近的明亮天狼星 和延伸到天顶的银河 在北天银河的右侧 最引人注目的变射猎库座内 但黄色的深袖寺 流星雨的辐射点位于影像的左上角 远近北河 二所北河三 这两颗高悬 在地平线上方的双四亮星 而看次聚集在远方的流星轨迹 实际上是透视造成的辐射效应 双子座流星进入地球大气层的速度 每每秒 二十二公里 在这张冬天的夜晚星空影像里 有四颗双子座流星掠过北半球的天空 下面这颗火流星和三颗叫暗的流星 是在十二月的双子座流星雨季大气时 由这幅十秒长曝光影像所记录 影像的前景是加拿大亚宝达省 是博国家公园内 反射火流星泛绿辉光的 是不放冰冻的伊迪斯湖 而粘延横更在北方地平线的 则是加拿大的洛基山脉 当然 即使在夏天 冰湖也是寒冷的 但是摄影师杰克普斯科报道说 那天晚上他在享受着他所见过的最活跃的流星雨的时候 温度达到了零下九色湿度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